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斌 大家都吃过我们藏区高原的这个土豆了吧 特别的好吃啊 但是你们一定没见过我们是怎么种的啊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种土豆之前呢,要做什么准备啊 今天呢,我们凝聚这个哥哥家里呢 准备弄这个土豆了啊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土豆是放在哪里的 这个土豆放在洞里面的 地窖里面,看到没,这个地窖里面 对对对,这个洞多啊 这个土豆呢,还是挺大的啊,已经发芽了 我们把它装在袋子里面啊 待会儿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弄的啊 现在我们只是装在袋子里面把它搬到 要搬到家里面去的 我们的种子精神,我们明天要装在那里面去花雪 现在呢,我们就在把这个土豆把它削成这个土豆种子 知道吧,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们呢,就是把这个土豆削成两块 它有这个花芽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我们叫的就是眼睛啊 这个地方呢,它就会花芽 我们把这个药,就药来做成种子了 这个呢,就是拿来喂猪了的啊 全部要削成这样的 看吧,这些就不要了,这是屁股空的 削好了,我们就把它装在袋子里面啊 明天种的时候就把它拿到地里面去 这里已经削了,满满一袋了啊 这边呢,这是还没削的 就是刚刚地窍里面把它取出来了 拿到屋里面,就堆在这里,他们就会削 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削土豆的这个刀都是专用的啊 看来,把这个菜都做成了这样专用小土豆的刀 拿这个不好学 给你们两个眼睛 哦 我就是我们讲养的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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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里面 就这样堆积起来的 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里面 就这样堆积起来的 剪完啦,剪完啦 哎呀,现在我就出来了啊 所以只不出来哦 这个冬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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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是有 我自己冬过 哈哈哈哈 最后一袋 弄回家了 啊,他们马上就削完了啊 哇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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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已经削够了啊 现在呢,大家就在休息了 看啊 削了这么多袋 这些是全部拿的种的 朋友们,我们这里的土豆啊 下种之前呢就要像这样 把它削好,然后再下种啊 不知道你们那些地方是怎么样的啊 大家可以浮动一下 说一下啊,你们那里是怎么种的土豆的 我们这一集来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见 拜拜